得到这一点宝贵,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不曰超生了四体的永生,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 此能及世人人原来不有的,必须返回天之道也。自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十个机缘求道,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义离苦的乐人生在世,遭受种种之苦恼,就其增缘皆起因与迷失了真我。 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照回我们走。 指真日善日美聚族缘满,永恒不休的真我。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使我们一举动皆能,能和余力,余智。 自然,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心为一身之主,能寄人在阴境上。有所提升。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则不相随心转。 还可以改变命运,趋及避凶,朝向光明,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 二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首席。 我问了一个,要文明,如中国、印度等。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甚至竟相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回顾千年人类历史,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无数小战。伤亡无数。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害了自然环境。造成汽车。 长出破坏。全球性气候的改变。人心之变。 散造了天灾人或连连。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节。因此,上帝鸿恩慈悲。 特将大道谱传于世,以万就良善。求道以后,我们时刻存这道心,以良心在人处世。 大欲又人物万有万有的措施。只要成心使用三宝,必能栽地结。逢凶化即。四世,验证甚多。不生美举。三超生。 三四人生,又如一段苦乐乡。三个旅程。遭受生存竞争衰老并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尤其当旅程结束时,终就成空,微速渺茫。 更不禁令人。更不禁令人。 更不禁令人稀不畅谎。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乃以操生了死。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古代先修后的。 古代先修后的。因此故人为求超生了死。 竟必生之力苦修苦行。 仍难以访的名师达成心愿。如今大道库传。先修后修。在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一指。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先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我们得到以后。认识了真我。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 愿离邪心放念。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无论在人处世皆何于良知。百年之后。天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永享平安喜乐。 四、成圣圣城弦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恒的政。因大种只要我们以致此。清仅万盖。它,必然萌芽开花。结果。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各使们有意会和一天善天。 求道之后,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不计的人得施荣辱。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道的好处,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道。 令其一生,精进不屑,则在世集合圣贤事业,归天之后,必正圣贤果未无疑。 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日天到天命。天命就是丹草明师,明师一边玄关开,打开正门佛祖来。 天堂飞在我身外,天上地下我都爱。 此乃先天大道的尊至贵至宝也。 先天大道,天命宝贵。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至极意,飞在言语文字生意。 因可得飞在恩经万典上的,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飞是在世智变通上的,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飞是在高八斗上的。 一上街是生死法对待法,飞是超生了死托对待了生死之法也。 此自己的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其妙。 到极意,此者是无师,至此,至是妙之妙。 会,此至此会是我的来不由的,由先天带来的。 一极是在找回来天地人,万物万类未生,以前我的初心。 即我良心天造星,老星也。 先天大道之妙,此妙之贵,妙不容颜,不学而知,不学而能。 一极是先天带来的,先之先而妙能。 此知此觉此能此用。 不用言语文字生色,不用思想,不用念喉,不用英识。 而天,人,物万类,生天帝人,万物万类之后。 这天帝人,万物万类,实可分妙也一步开其妙用妙能。 不约万类,不约万类之后。 不约万类,真主宰也。 摄着天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悍。 不约万类,不约万类之后。 不约万类,不约万类之后。 不约万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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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崩壁裂海水枯干 亦使外物外类世界的众生人人不能得其生存 射若人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寸不难行 也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 此内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妙 即以社觉物 任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的支持而实行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治理 绝言妙不容言 不是死后成佛大吉佛 佛已不曰如来佛如是佛也 此内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日好 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 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 事实上 我们能得文 先天大道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 将自古不清洩的大道 保护传于是 使我们又会得此天之道 另一方面 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 祖上有德根基深厚佛缘成熟 才能够顺利求道 此外 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 发一个良心愿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眼 一额到以后 愿以明悸病施建造的精神 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 皆愿以良心做一 二到以后愿以利随 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愿意多了解到的意义 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 三得道以后 绝将得的恩道 任何人 三 必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 若有我们写录给其他人 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 我们自己也违犯了天律 这良心愿可无人人们具恩负良良能 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 真诚实见良心愿 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实 种下的智慧慈悲清静之正因道种 使他顺利萌芽开花结果 才不至虚度这天在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能顺利求道 原因之一即是沾了主德的光 是顾上天开恩 只要我们修道有恒 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 超生得救 我们的子孙匿的硬币 对父母祖先尽大小 这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 则无论任何 借种族宗教信价的人 都可以求道 欲求得天天大道 脱出轮回之苦 必欲之灾 先得熊通 受忧观寡孤独生老病死苦 而反天堂 永享天伦之乐者 必须我又得欲六万年成吉的静运 本人精力善良 我有先天真吉深厚 也就是我本人贤士做的功德善士很多 似吉天元 我本人祖先有功德 做善士 此吉祖上有德 我母人遇到尹宝师祖我得道 此佛圆以至 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士 或一同又修过宗教 今生欲天道将士 一同得道修道 此乃佛圆以至 六求道 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现今正知上天恩开 先天大道普传 正就良善之实 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 与众生企迹为原则 因此修道 不会我们 常的生活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这 与一旦许多人苦修苦练 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 先天大道能日 七月一的时代 适应社会的各个层 川奥是世界的各个角落 使人人皆有共沾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 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们就以下几点来看 已与任何宗教没有冲到 表着天地万物及 我们之高度在于真理 不止在各大门创始之前 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 道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任何教 不要教 以示追求真理及实践良心 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 事实上不至宗 要稳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 则自然万事 万物皆能与道吻和语音正 若我们缘由某种宗教信仰 求将不会落成何处 也不会是我们背弃缘由的信仰 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 有更深一层的体验 2. 详心 经为最高规 规界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 背景法律 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 因此 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界或条文 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 所以 求道后的规界 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 由真我良心主爱自己 而不是爱经远之 义诵 及 法之钻研上下功夫 3. 不照良心愿行 有和透过很重要的一点求道 并非从外再加起我们良心与真理 而是 借着开启我们会 非神保 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 因此求道后 所有真修实行之人 皆是动作的 知不求道后 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 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 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 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有真我良心 督付自己而自然爱过 多善 自圣凡间修 尖我之实践 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 因此 现今大道谱传 并不要我们家设业 到深山谷之中修炼 而是 而是 在不影响家庭工作 学业之正常情况下 盛凡间修 在日常生活中 时时刻刻一言一行 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一归 就是真我之实 就是真我之实 物由提升自己坚持 天 把求到后时 我们生活更充实 心灵更和谐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 且自身之提升 影响周遭之人事物 既而会成一股力量 在这世间理良心日伦 丧之潮流中 匡正人心力挽狂澜 如此必能早日实现 先天大道谱传之宗 其乐国的原子大愿化 乌泽的人间为人间净土 跨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国 其道的宝贵哥们 正好是宇宙的至高真理 它的做贯穿 加了一万物万类 更是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 真正了解了这一点 我们会认到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 许多前前得到之后 发出了大诚心大信心大智慧 真修真行 联盟参悟道 不只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到 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 甚至一朝一暮 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批认至此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 而上为求道或当求道者则谢 度于一些具有形象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 以鉴定初步的信心 以任何人 只要有求道 经过申诞天命之明诗点开玄观正门 传授三宝者 不顿其功额高 申为莫 死后皆是申软如年 念福生 灵性幽门归 微天 东不品诗 下不复臭 善有多是数日不变 亦相满事者 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 还未进步到足掩饰 这种现象 但却无法 认 各式的存在 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 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 但极其罕见而珍贵 而求道之人 除性 道不足于 反道败德者 不敢定论外其余 则比比皆是 肉身既显似瑞香 足可正其灵性灯 善静 当无疑问 二人 虽为万物之灵 其实是很脆弱的 自从生在 各世界上 就难免天灾 人获得威胁 甚多 如 道 德 待遇 道人力 不可挽救 之危急情况下 澄清使用三宝 皆 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种力 多德 不可生数 无法在此 依依利 上两点 虽然极为宝贵 但却是任何人 只要一求道 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 立刻就可以得到的保障 此后 就随个人的诚心智慧及对真理之一见 而又深过浅不同的体验了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希望各位具有神 有机会能得闻到的先生女士 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 皆能求道 而同真善定 Introduct you Do I D I D I I What It is in 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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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nd litera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 They were scattered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out history. As a result, great commandments were taught to disciples and goodness and badness were differentiated. These teachings varied,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culture, background, timing,